陆世民的 我多瘦一点啊 费心 真的你们买房 抄千万二百万一的 找他俩 这超好 还帮他生 对啊 不许不许 还给我买了一束花 蛮有审美的 还黄色系 八彩王 国际知名大网红 又来做央了 我家跟动物园似的 今天这条设计 又是价值几千个W 前两天我们陆世民 收我每年的会 投资网站等等系列的 这不前两天 我下了遛狗的时候 然后看见一个熟悉的中介 正在站别人看房 结果就跟上搭了个画 结果就没有结果了 又消费了 今天就带大家去参观一下 顺便给 要买房的一些朋友们 一些小建议 我觉得我在买房那边 还有一点点的发言权的 走吧 师傅这也太似的 我不知道大家还能不能看到 昨天刚刚前两头 今天动工了 已经开始敲了 那条房子 算是我 婆子房那边 小动了 因为我特别喜欢这条房子 那条房子保住 大家看不错 看地上不早 好脏啊 这一条房子还不可惜啊 那你不行吧 脏 不敢干掉了 地址什么都保留了 前面什么 我就把 上面 下面关心一下就可以了 按底下 上面关心一下 好所以这种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它是中间的层 只要观景很好 价格还垂下了很多 我感觉那边是光谱的 这边是干啥的 观景非常好 是真算不错的 毕竟它是十几年老房子 这些灯具的管都用滑色 灯具太不行了 尤其这个厨房 厨房特别满 因为什么 几乎全新都没有用过厨房 我看杨默德已经保护上了 嗯 我感觉这壁纸 是不是还有一点发黄的壁纸 是不是 这色系应该算 暖白色的 要不也换了 壁纸太老了 老板又要增加成本了 墙子越太越光 但是这三个杂料 这三个包裁 这个杂料可以啊 如果让他那边 想瞬间看高大厂 给他做了计划就瞬间 是不是高级了 哎 干啥你这是啊 拆是吧 哈哈哈哈 哎呀我的字也太垃圾了 有没有觉得 哈哈哈哈 你怎么着 你这边要写下来了 他这边也要 帮他抢手 想给人家风流的信号 嗯 没力了 留不良了 能看见 能看见 然后这块包裹的卧室 也是一大量的 今天是国际卖房 来看一下 为什么小军卧室 它是八角床 然后预计在清晨 纸纸就完全很好 出一下阵子 那今天听妈叫买 你要有一块酱子 听到吧 是不是 嗯 真的好舒服 我喜欢过时潮呢 我家过时 又好美很潮人 对方我们都说了 给要买房的朋友们一些建议啊 什么你买房这些要考虑是刚需还是投资 如果刚需的情况下 你就不要考虑什么 生不生时 买的时候是不是超最低点 首先要考虑什么呢 生活圈 方便不方便 还有就是孩子 教育方不方便 还有就是你工作圈 方便不方便 就OK了 仅代表个人的建议啊 因为我觉得刚需房 就考虑家庭方便不方便的问题 不用考虑你说是涨还是跌 在那个同时间段的时候 你不要买贵就OK了 刚需房舒适度真的很重要 如果你预算小的情况下 完全公寓也没考虑 我特别不建议 就是一些白领啊 为了什么大产权房子 比如摆市屋上边 去大郊区去买房 图个什么呢 市里边如果有公寓的情况下 完全可以考虑的 就是刚需房 因为你处理的情况下 它也不会水太多的 然后就是投资房 投资房我真的要捞了两句了 这个真的要说 首先地理位置太重要了 二就是什么 你们都无论 中介关系非常之重要哦 因为跟中介处好关系的情况下 你买的价格永远会比 其他的那同类型的人会逼很多 而且可选性 选择性有很多 因为你处在第一个方面 它肯定会想到你的 因为我这东西 会跟了我很久很久了 跟中介搞好关系 还有一个什么好处呢 他们会认为 我要投资到中介去了 还有什么好处 这个很重要 就可以搞清楚 你要买这套房 或这个小区的教育量 这很重要哦 一定要是买方 大于拜访 为什么呢 同个后期的 大家看过 一定要是买的 越多越好 对不对 并且以后 你买一买房的也很方便 尤其卖的时候 黑黄的多卖一点 对不对 刚才说了 一定要买繁华地段 那怎么在繁华地段 穿得最好的 就繁华中再繁华 一定要闹中取静 咱进区域块里边 选最好的小区 就是环境最好的 这样的周边小区的房子 都拖着你 想价也不会 垂得太幅度太大了 其次就是物业了 物业一定要新体物业 这件事 买二手房的一些建议 以后再给大家出一期 买新房的一些建议 好不好